好,OK,各位夥伴,大家好,现在来测试,你看,没有录到就重新再讲过一句的话,这只有镜头,我后面的人知道,现在呢,现在的滑鼠看到的这个是阿元笔电上面的Chrome,测试,阿元测试, 阿元呢,同时间使用Chrome上面的做翻译,另外一个呢,是使用手机上面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文,还有一个是越南文,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国际学生,小弟我曾经是留学生,我完全知道语文不够,语文不够其实没关系,钱不够的痛苦,走。 差题了,对不起,好,所以语文不够在异乡的感觉,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有多一点点的缓和。 所以我们是很,我们,我试试看,因为我这边的话,继续讲,我手机这边感觉是OK的。 网路应该是OK的啊。 好,那不能讲太快。 大家好,食品卫生非常的重要。 网路速度应该是OK的,但是Google一次开两个,因为两个是独立网路,一个是我手机的网路。 好,OK。 好,那就知道这样子。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刚才没有录到的,我现在来录。 就是它同时间在跑,对不对。 OK,好,来,我现在换成镜头。 这镜头代表它是无线webcam。 它是无线webcam。 那无线webcam的话,它有不同的用途。 来,那个陈同学,麻烦帮我蹭量一下东西。 然后就拿着那个稳定的三脚架,稳定仪,拿到那边去。 但是我发现,我这只手机的话,用这个压压接收器。 压压接收器的话,它可以丢到电视里面去。 Miracast,就是它跟它无线投影,它就可以直接接电视或接萤幕。 但是呢,但是要接笔电,必须再多一个这个东西。 价钱我写在上面,我已经买个200亿更便宜了。 好,OK,你们发现,我看我都会砍价钱,对不对。 那我现在跑到这边来,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好,那这是阿元准备的果糖机,还有我们的风口机。 好,来,我不会照到你们,两位伙伴。 来,我旁边过。 好,这样的话就完全测试了。 所以来,我准备做个结论。 我们晚上,现在晚上是19点03分。 成功测试一个画面,可以同时使用Google Translate, 而且我使用这个镜头。 好,下一步的实验是什么?我跟你讲。 不然这是我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也很高兴跟大家分享。 我可以借你一个。 那你不是有那个荧幕吗? 你用荧幕就好了。 你用荧幕就好了。 如果你不想插弯的话,就用三选一。 三选一我送你啊。 这个老师怪怪的,对不对。 等我一下。 我还没停止录音后。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这个是我下个阶段后,我要用这个东西接到手机上面去。 这个我已经成功测试过了。 这个没有。 这个已经试过了,已经试烂了。 对,那时候你们帮忙,对不对。 对,你要帮忙。而且有用Wireless的,有那个Bluetooth的。 我反正这个会比较好,这个比较稳定。 等我,等我,等我。 你要借这个,这个可以借你。 不用太好了,没有关系。 就是让他们感受一下。 然后,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厉害。 这个好像很好。 这个你有啊。 诶,我的东西跑哪里去了? 东西多到一个。 简单讲,我买那个东西370块钱。 那那个东西呢。 你看,光这个我就有四支了。 压压,一二三。 第四要跑哪里去了? 蛮快的。 这是,这是连,这是打鼻子网友分享的吗? 就这一支,370块。 这是什么? 这东西就是说,这边有个闪电,对不对? 对。 这边有个闪电齁。 Type-C,对不对? 它插上去的时候,同时可以充电。 同时可以接。 无线。 同时可以接麦克风。 我的手机方会一定兼致。 但用小时假设没电的时候, 你必须要充电。 最后才不及充电。 没关系,我玩到一个程度了。 每天挂在虾皮,不行。 我每天都要认真读书。 就是这样子。 在下个阶段,我把这个测试完。 这整套跑完之后,几乎OK了。 但是这个会停留,我再想想看。 好像一段时间会是这种跳掉。 我们要来看看它可以充多久。 不知道。 我再去另外看网友,他说可以连续输入到多久。 然后如果每一分钟我还在按一次的时候, 那就很困扰了。 对。 所以有没有发现,这样子的时候。 但是他这个画面太大, 我到时候再问他,有没有缩小一点。 好。 OK的话,那我准备停止录影。 停止录影后,有没有找我切换到那边去。 OK。 好。 好。 你们就不要上镜头了。 来。 跟大家说晚安。 阿元跟大家说晚安。 你不知道我为了尝试这个想了多久。 然后不小心被我摸到无线webcam。 那我这一台一公尺以后就写讯号不好。 这一台比他还新良。 就是A52。 就是三星A52。 53。 A54。 55出来了,我再去买新一点。 讯号会比较好。 好。 先停止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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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